本年世暮中心的行件案 早前就引起賣租的前期 所謂官長李晉雄在議會中 表示當變境本來後 像官長所在本就提出共同的批評 表示不能完成李晉雄 贊弟叔叔 李晉雄今天在議會中 進一步說明其中的原因 我們向國防部來申請保養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提出一個保養的計劃 這個保養的計劃就是 願望在這個土地上 來蓋這個布袋室的傳洗中心 所以土地是這樣來 那經費從哪裡來 經費當然是從台所來 台所當時我們也是指定用度 就是要去布袋室傳洗中心 對昨天我們所推動的 社務重新開發案李晉雄表示贊同 但是議員會 沒有錢沒錢的經費 當時來推動這兩案 所管他看起來很難 就是說因為我們分林官 因為高鐵的通車 我們希望能夠再發展 這個會展的產業 希望能夠發展會展的產業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一個規劃 不過可能是因為經費的問題 沒法通一方面去傳洗中心 一方面又要去這個展場 李晉雄國政委 現場保庭是傳洗中心 比較可以形成文化的部落 帶動地平的觀光產業 任何的建設一定要形成一個相當方便的聚落 再有辦法發揮它的功能 就對了 專程一段來 只要來分林官 要來參加一個會展 人反省會感覺很不方便 所以說我們希望能夠再創造其他的地方 可以提供其他的功能 再有辦法去建議 人來在這個地方 我們換人來擁有 另外對外界的評論 李晉雄強調 他跟所謂分只是見解不一樣 他的政策、他的決定 他會扶起全部的借人 那麼既然是我做的決定 所有責任由我來負擔 我們不想說 將對政策的討論 可以繼續 但是對人跟人的動態的觀點 到此 本來6.4月的經費來完 是正前在所謂卿 聯想發行到處的會境後 關注10月來回規地圈 當時指定補助農業破爛會 以及補助傳遞中心的行見 記者以名為 蔡王報道